。 這輛看起來像迷你貨櫃車的車子 究竟是有什麼車改裝的呢? 猜不猜到呢? 答案不如由它告訴你呢 本身是一輛SUZUKI Heavy 在香港也會有的 一般都是用在一些小型公司的工程車 公路上的小型工程车 本身也从事汽车改装的文哥 是小型车的爱好者 也喜欢在日本找一些有趣的改装车 改动的地方都是头的一幅包围 一些头灯、指挥灯 还有下面的裙脚包围 本身这盏灯其实是运动用的头灯 所以才合乎香港的规格 如果你觉得它刺层相识,很正常 因为车头设计是参考雪铁龙的H-WAN 至于内拢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修改 车头上跟车身一样的米白相识 但是駕駛值的日系K-Car布局 以及空间庞大而且实在的格局 已经胜于一切 车身高,即使坐好之后 我依然跟车顶有一大段距离 可排座位亦可以放平 而释出更大的空间 文哥华,随着性能改装市场 在香港的占宝和 K-Car的外观改装 反而吸入更多客户 例如女性 不过在日本引入质素良好的改装车 其实就是日益困难 因为其实现在在日本来说 很多已经很参差 为什么呢? 不一定是日本人做 但是在日本卖出来 所以质素是很参差 可能在日本当地买一些东西 再自己轻微加工 而去买出口 温水摸鱼的情况严重 而且Suzuki F 这一类的K-Car 马力又小 但是文哥依然忠情 更加醉心改装这些车 因为他觉得改装小车的成功感较大 我又不是很甘心 买一辆普通的平凡车 我觉得如果你要用买平凡车的价钱 可以玩得到自己 比较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也可以 谢谢大家